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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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抓到年兽吗 是不是年兽能力又变强了 我最近心练了一招 你们看看 下次出去的时候带上我 我一定抓到年兽 你是这里的守护兽 你要是离开了 年兽就有可能偷袭基地 彻底破坏要修好的节气仪 别郁闷了 吃点成人膏吧 哈喽 你也吃点 哈喽妹妹 你的魔法很棒 只要学会控制 就一定能抓住年兽 谢谢姐姐 谢谢平都 平都妹妹 该走了 我们明天再去查看 樱桃西红柿园的雾霾状况 虽然是自然天气 但如果太严重的话 就要想办法减轻雾霾的影响 保护樱桃西红柿 好 明天见 拜拜 我从哪里望着了 才是世界大人 自己难以就是 没有 那个三年 在这里 离开你 未经历 明瘦大哥 来点儿剪渴的吧 讨厌的红色 没点儿眼力强 我的神器呢 神器丢了 他就丢来了 太好了 今天没有雾气 我们找年兽 看他躲到哪了 看我的 枝枪 想不到年兽竟然还敢来这儿 等等 年兽现在恢复了不少能量 我们直接去就是送菜 不如布置个陷阱 引他过来 好运 都找仔细点 神器说不定就掉在这儿 是 不好好找神器 玩什么树叶 老大 神器 总算找到了 老大 我帮你拿 老大 拔不出来 没吃饭吧 看我的 可恶 这不是神器 老大 神器联烈的 神器是什么时候丢的呢 真奇怪 真奇怪 老大 肯定是昨天吃樱桃西红柿的时候丢的 对啊 我们赶紧去樱桃西红柿园找找 老大 我和第一手去就行了 毕竟那边有红色的西红柿 快去找 找了半天 累死我了 休息一下 精灵 年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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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想去搬酒兵啊 没门 跑吧 跑吧 我慢慢陪你们玩 赶紧找神器 别光顾着吃 找到了 好 来都来了 我们再带点樱桃西红柿回去 快看 老大在追精灵 我们藏好西红柿 赶紧帮忙去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海陆精灵 看你的啦 凝鹿 不对 这武器 好像有寒露魔法的气息 启动吧 凌复 快 快 炎阳 立下加油 我将领 糟了 年兽要跑 小心 静敢埋伏 真真假假 实实实实 迷幻领域 随我心意 别让跑了 小小小小 大大大 乖乖的到幻境里跳舞吧 不 海龙太棒了 太棒了 成功吗 当然 这次海龙妹妹完全掌控了自己的魔法 一点都没有失误 可是 年兽在哪 要不要再给老大留点 等一下老大清醒了肯定很累 再吃两个 收下的都给老大 算了 就剩两个了 老大肯定不够吃 我们分了吧 下个节气 说不定还有好吃的 老大还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必须先吃饱了 才能更好地帮助老大 吃饱了 池上 桃白居易 鸟鸟凉风洞 七七寒露林 蓝衰花屎白 河破夜游青 寒露时节 人们有吃螃蟹的习俗 此时的螃蟹最为肥美 人们邀请亲朋好友 相聚吃蟹 叫做 食熬会 因为寒露节气 经常与重阳节相近 所以 也有登高赏局习俗 寒露时节 大家外出 要注意气候变化 寒露后 一场秋雨 一场寒 大家要逐渐增添衣服 又不能太多 太快 秋季腹泻多发 要防止暴影暴时 特别注意腹部保暖 我是寒露精灵 大家再见